勞工本來就是我們民進黨心裡最軟的那一塊 工資要增加,工時要減少 低於平均薪資的勞工比例年年攀升 我們的薪資年增率遠遠落後於南韓 雪漢工時排名,台灣年年上榜 整個亞洲國家裡面,比我們長的只有新加坡 我們要保障非典型的勞動 我們來看一下蔡總統怎麼說的 必須要立法保護非典型的勞工 首先要訂定泰遣勞動專法 我們泰遣勞動專法訂了嗎? 沒有,訂專法 鼓勵主公會 產業公會的組織率7.8% 低於南韓的12.5% 日本的16.9% 央行說要適度降低主公會的門檻,贊不贊成 這個齁,其實我的業務單位這幾年都一直在研議啦 研議了8年了嘛 我真的也覺得台灣的價值是小太多 台灣有新假,現在只有19天 敬陪莫作 如果要問我 我跟國民黨最大的不同在哪裡 我的答案是 我不會拿逃工朋友的權益 在選舉的時候開空投支票做政治操作 我會知道 整個我們 release 五十八年來的 八十八年來的 收藏 兩十八年來的 平和家 一年來的 龍